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這些西方國家主導制裁俄國 但是俄國現在被說 經濟根本沒有被打垮 現在還轉向了東方 所以您覺得呢 俄國跟美西方比呢 誰比較有底氣呢 是俄國還是美西方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謝謝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現在看到美國所主導的 這個G7呢 七國集團不是限制了 俄羅斯能源的價格上限嗎 普丁表示 這會是一個絕對愚蠢的方法 以及呢 來看到西方根本沒有辦法 用自己的條款 來規定俄羅斯 讓他們醒悟過來吧 一起來聽聽看 普丁是怎麼嗆的 在這方面 都會回到重蠢的方法 也會回到重蠢的方法 你問過關於 制度的價格上限 我們能夠提供 我們能夠提供 一些決定的方法 完全是一件事 如果有人試過 如果有人試過 它是一件事 不妨礙的方法 那些人 不妨礙的方法 我們不再提供 不妨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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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礙 我們只會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一件事 像是在古古的故事 提供 好 說到了俄國靠向的亞太 來看到在東方經濟論壇上 印度的總理莫迪他有參與 他透過的是在線的方式發表了講話 他說印度願意在許多議題上 加強跟俄羅斯的夥伴關係 包括能源還有北極相關的領域 不只如此俄羅斯跟亞太地區國家 繼續簽下很多合約 譬如說俄羅斯就跟緬甸簽署了 2022年到2023年 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的路線圖 包括可能會在緬甸建設 帶有低功率反應堆的核電站 俄羅斯農業部副部長也說 俄羅斯有意要擴大 像是越南的糧食供應 泰國 越南跟緬甸這些東南亞國家 也要加強跟俄羅斯的經濟聯繫 希望能夠遏制通貨膨脹 好俄羅斯現在是靠向了亞太地區 尤其俄國的獨立報有分析 隨著西方透過制裁手段對俄國進行的打壓 西方來看到這樣做法反而加速了他的轉向東移 東方經濟論壇的重要性就是更加的凸顯了 今年論壇舉行的狀況能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表明俄羅斯在亞太地區可以有依靠的夥伴 到底有哪些呢 像是來看到今日俄羅斯認為 普丁的講話表示 俄國政府和企業要企圖要確定俄國的經濟發展 新的重點方向以及區域在哪裡 來看到是中國大陸的華東師範大學 俄羅斯研究中心的學者崔岩老師 他說對俄國來說 今年的東方經濟論壇意義非常的特殊 客觀來說 像俄國跟歐美的產業鏈 和技術鏈已經遭受到破壞了 這就意味著俄羅斯他必須要重新的調整 跟其他國家外部的經濟的循環 其中亞太國家就是俄羅斯的理性選擇 其次來看到是東方經濟論壇在召開前 各界已經不乏討論 俄國越來越多轉向東方的一個聲音 比如說大陸國際問題中心的 這個歐洲所的所長崔洪健老師 他就說了 俄羅斯目前推進的是主動的 戰略轉向也是被動的應對 他正在尋找滿足俄國利益的需求的 應對之策 然後來看到是俄羅斯的國際事務會的主任 科爾圖諾夫他分析認為說 普丁娜7號向國際夥伴傳遞書 你可以繼續跟俄國合作不用害怕 對俄羅斯投資這些信號的同時 這些話其實也是對俄國民眾說的 在人們有點擔心說西方制裁 還對俄國的經濟社會造成影響之際 普丁希望說能夠穩定大家不安的情緒 普丁在講話當中也提及了俄中合作的部分 他表示俄羅斯的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六號跟大陸的合作夥伴 決定要在支付天然氣費用的時候 使用盧布拉跟人民幣 比例是50比50 一起來聽看他的說法 主權不對的合作 這顯示證明 昨天 《加坡》和其他中央夥伴 決定要轉移到元素和元素 在交換金融合約50% 在交換金融合 我還要加上 在西方政府的不斷行動 還有全球的負責 它已經改善了很多年紀錄 在發展的經濟 好 不只是普丁 俄羅斯的外交部的第一亞洲司司長 基諾維也夫 他也說 俄中兩國不僅在政治 還有包括軍事各個領域 加強合作 這是雙邊關係的共同趨勢 也是我們兩國 在極具變化的外交條件下 所面臨挑戰的有效回應 而隨著來看到 大陸軍隊不是到俄羅斯 參加了1到7號舉行的 東方202演習 中國大陸派出代表團 參加這次的東方記憶論壇 對中俄合作 指手畫腳的雜音 最近陸陸續續在西方媒體上 出現了 譬如說來看到 炒作中俄威脅論嗎 法國的世界報 他6號刊文說 大陸在俄羅斯 這一個將戰爭帶回歐洲的國家 打交道時 沒有表現出任何克制 路透社則報導說 美國戰略跟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有一份報告聲稱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但是大陸決定暗中支持俄羅斯 這再次引發了中俄軍事聯盟的擔憂 但針對這些論點您認同嗎 來聊天是一起互動 另外俄新社引述俄羅斯的駐華大使 傑尼索夫的話說 西方正在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努力 把俄中推向了對方的懷抱 但是他沒有看到兩國的建立 是某種同盟的關係的先決條件 尤其是來看到軍事的同盟 來看到大陸的專家 崔洪健老師則說 美國要製造把中俄綁定的輿論 同時要試圖將這種看法跟政策的方向灌輸給歐洲國家 他表示美國會這麼做主要就是因為服從於他自己的戰略考慮 但是歐洲內部對美國主導的這種邏輯存在不同看法 比如說有一些官員 歐洲人私底下認為說 中俄是有區別的 意思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不一樣的 對於中俄關係的時候 崔老師認為 我們應該把兩國關係的基礎 以及為何要發展關係說清楚 不能跟著西方的論調走 首先中俄的關係是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一種正常的關係 其次中俄的合作是基於共同利益 以及歷史地緣這些因素 所進行合作的 另外來看到的是 環球時報有社評就是說 俄羅斯的正當跟中國大陸的合作 是正當的合作 無需克制 他提到說 俄羅斯所舉辦的這個 第七屆東方積極論壇 有來自六十七個國家以及地區 超過了五千名的代表出席這個論壇 在這個期間 俄羅斯跟大陸 越南跟緬甸這些國家 宣布或商討了包括能源 糧食在內的多項雙邊 跟多邊的合作 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探討 經貿合作的場合 卻被美西方輿論用幾乎地毯式的搜索的鏡頭 來翻看說到底有沒有 中國暗中幫助俄羅斯的罪陣呢 甚至開始責難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交往當中 到底有沒有表現出克制 為什麼要克制呢 環石就說這是非常粗魯跟霸道 又十分可笑的 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之下呢 俄羅斯向東轉 當然有美國大搞極限制裁的因素 但是很多都是大勢所趨 美國你自己也靠中國大陸 很多發展的問題嘛 那他也提到說 東方經濟論壇 他其實是從2015年就首次舉辦了 就被定義為俄羅斯 融入亞太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 最近幾年來呢 美國跟俄羅斯關係有起伏 但是俄羅斯一直在強化 跟亞太地區的經濟聯繫的大方向 卻沒有因此發生變化 那恰巧呢 原因就是包括美國在亞太地區 是怎麼樣呢 現在亞太地區是和平穩定的高地 而且更是合作發展的熱土 跟你美國不一樣 任何大國要發展呢 都不可能繞開亞太走 那來亞太呢 當然就繞不開中國大陸 因為他是亞洲一哥嘛 那包括了美國跟中國大陸的貿易 也是不斷的創下新高啊 由起來看到 中俄現在是友好的邻邦 擴大經貿往來 當然是非常的自然 另外呢 有些美西方國家輿論 戴著有色的眼鏡嘛 一看到中俄的合作啊 就開始無條件的 稀反社的焦慮說 制裁失敗啊等等 進而開始指責 就是大陸破壞了華盛頓全球的努力 這是一種難掩呢 你自己心虛 有必要強調的是呢 環石說 美西方是沒有資格 更沒有權力阻止干涉其他國家 跟俄羅斯進行正常的合作 由於呢 強權政治還是 國際社會當中的一種現實 美西方確實製造出一些 所謂的寒傳效益 但這對呢 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國家 是不起作用的 那環石說呢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亞太國家 都沒有中斷呢 跟俄羅斯的經濟往來 在世界範圍內呢 也是如此的 一些美國輿論呢 開始拿著說 中俄啊 所謂的本幣結算的 天然氣交易的說法 來呢 老調重申 重談來渲染說中俄結盟的擔憂 同時也不得不承認說 美國製造的這個政策有意外的後果 削弱了非西方國家對美元的信心 比如說來看到 印度在七月不是推出了 用盧比來進行國際貿易結算的機制嗎 這一點也不意外 而且也說明了極限制裁的手段 並不能從全球市場開除某個大國 只會讓美國變得更加的自我孤立 好 環石說 需要指出來的是 中俄使用的是本幣結算的相關部署 已經推進好多年了 根本不是呢 華盛頓所想像的 大陸要報復美國 環石說呢 大陸沒有那個閒心啊 圍著所謂的美國轉 另外呢 亞太國家跟俄羅斯的發展合作 也都是呢 內生動力還有延續性的 並不以呢 一些國家的反而意志 為轉移 好 那比如說呢 大陸去購買俄羅斯的能源啊 或糧食 就是為了讓本國老百姓生活 過得更好一點點 包括呢 像是泰國啦 印度跟越南等等 其他發展中國家 對俄羅斯合作 同樣也是類似的邏輯 而這樣的互利合作 就是主權國家 無需克制的正當權益 另外呢 也符合的是 全球政治的包容性的原則 當然要坦然的推動跟加強 不懼怕任何國家的威脅 真正的應該克制的 絕不是中俄的正當合作 而是美西方 以及難以自拔的地緣政治狂熱 美國對中俄合作 盯得非常緊 還推動製造所謂中俄 綁定一起的國際輿論 更想要以呢 更小的成本 同時能夠遏制中俄的目標 說白了 就是想要一箭雙雕嗎 但是中俄關係 不是西方與靖下的同盟關係 中俄合作 從來沒有排斥或針對第三方 都是開放的 兩個獨立大國 合而不同 結伴不結盟 既不能被強行捆綁 也沒有二虎相爭 這大概就是美西方精英 可能感到困惑或不解的 那環石說 應該慶幸這個世界的運轉 並不是由他們意志來決定的 您認同環石的說法嗎 聊天室一起互動 其實來看到 美國不只 像孤立中國大陸 然後現在沒有辦法跟他進行脫鉤 現在普丁也說 美國根本就無法孤立俄國 連俄國都擋不住了 那美國又有多大能耐 能夠圍堵中國大陸 一起來聽看看 在中心的目的 今天無論如何是 現在無論如何是 西方的項目 我們也不想忘記了 和南部 西方的項目 和南部 南部 我們也不想忘記了 這次有新的機會 發展出了 美国的圖案 在市場上 和印度 在北部 南部 和阿富汗 和 當然 這些國家 說到美國的圖案 看到美國不是主導了 圍堵中國大陸印太經濟架構嗎 要在八號 九號 開始舉行了部長級的會議 傳出來說會議會討論說 包括建立半導體供應鏈的 應急的措施 不過陸媒就批評了 印太架構iPEF不會成功的 而美國圍堵大陸動作 可以說非常的多 比如說又宣布 接受晶片法的補貼的本土企業 十年內禁止在中國大陸建設 而且相關先進的技術工廠 但是這會不會又是班石砸腳了嗎 蘋果公開全新iPhone 14 在高階版Pro和Pro Max中 搭載A16仿神晶片 韓國媒體報導 iPhone 14的NAND記憶體名單中 出現大陸公司長江存出 夜內人士指出 這是蘋果向大陸市場示好的象徵 而這間大陸科技公司 正是拜登政府 為了限縮大陸半導體發展 考慮制裁的對象 白宮不斷縮緊對陸限制措施 近日宣布將投入500億美元補貼本土半導體產業 不過附加條件就是接受補貼的科技公司 十年內禁止在大陸建設擁有先進技術工廠 紐時報導 美國雖然還是晶片設計全球領導者 但在生產面上早已失去優勢 華府接二連三季出現制 就是擔憂大陸成為產業領頭羊 不只科技發展上 美國在地緣上對大陸也採取圍堵策略 由拜登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IPAV 包含日韓 印度 澳洲等14個國家 美東時間9月8號 9號 將在洛杉磯舉行首次部長級面對面會議 聲稱要改變中國的周邊環境 目的就是企圖圍堵中國 讓亞太國家充當美霸權的馬前卒 根據日經報導 IPAV 會議中將討論建立一個官方系統 在國際緊急情況下共享半導體等重要物資 而美日韓三國幾乎掌控著全球近一半半導體產能 意味著將把大陸排除在外 大陸官媒環時認為 IPAV 美其名是經濟架構 但美國在經貿議題上 卻不願對成員國做出讓步 美方將自稱利益擺在首位 中將導致IPAV失敗 記者綜合報導 美國被說圍堵大陸 但是根本就傷到了自己嗎 來看到是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7號 發布了二零二年大陸的民營企業 五百強的一個報告 那看來特別說入榜的總營收超過了三十八兆的人民幣 其中來看到京東集團已營收九千五百一十五點九二億元 首次拿下的榜首 其次是阿里巴巴以及來看到恆瑞集團 另外由中國企業聯合會 中國企業家協會所發布的二零二年 中國企業五百強的榜單 前三名分別由國家電網 還有中國石油還有中國石化 中企五百強的營收 有較高速度的成長 營收的總額來到了一百零二點四八兆人民幣 首次突破了百兆元人民幣大關 有十二家的企業營收超過了一兆元 規模總額來到 已經跟美國的五百強是相當的 中企五百強的營收總規模 相當於美國五百強的百分之九十七點九四 那資產總額等於是美國五百強的一百零六點四六Percent 已經連續兩年超過了美國五百強 所以來看到你圍堵來去 其實會傷到自己的 尤其來看到是你對俄國極限施壓 可能歐洲很痛 那歐洲會不會還是繼續衝 害到自己 歐盟的委員會主席馮德蘭七號表示 要提議對俄羅斯的天然氣價格實施限制 要削減俄羅斯的財政收入 歐盟希望跟俄羅斯的價格能夠限制在 每兆瓦是五十歐元為目前價格的百分之二十而已 俄羅斯總統普丁七號在東方經濟論壇上說 如果俄羅斯的石油跟天然氣出口被施加了價格上限 他就要切斷能源的供應 而對於能源價格設上限的做法 歐盟內部意見不一 法國跟波蘭這些國家表示是支持的 但是德國的經濟部的發言人表示 在涉及天然氣價格上限的問題上 我們還是懷疑的態度 但我們總體上準備好了 在歐洲框架內進行談判 捷克工業還有貿易部長斯克拉也表示 對俄氣實施價格限制 這是一種政治的工具 但無法解決的方案 德國方面很擔心 限制了俄羅斯管道天然氣的價格之舉 可能會引發莫斯科的暴富 從而導致俄方完全切斷對歐盟的天然氣供應 德國很擔心這種狀況 可能會讓很多中歐的國家受到打擊 的確現在德國很慘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造質業已經在全球市場遭到很嚴重的動盪 而目前的能源跟材料成本是激增的 衛生紙成本也飆升 德國來看到老牌衛生紙公司 哈克爾他其實也申不來破產了 這個公司總經理榮恩表示 這攸關員工的飯碗 還有市場的定位 由於受到很嚴重的動盪 因此他們不得不宣告破產